美制布莱德雷战车又在乌克兰战场上建功 空拍画面中布莱德雷的M-242巨腹式炼炮 以每分钟超过200发的射速火力碾压俄军部队 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 美国武器都是乌军的火力担当 乌军在等F-16送到之前开着米格29 挂上AGM-88高速反辐射飞弹准备打击地面目标 不过在地面上 俄军士兵背着步枪在占领的废墟里 骑着孩童留下的自行车恶搞还拍下影片 挑衅味十足 但是俄军恐怕太过轻敌 此时乌克兰请全国之力打造无人机 不仅运用实战经验不断地改造 现在的无人机只需要靠普通笔电 外加稍微专业点的摇杆就能够轻松上手 未来这些无人机恐怕根本不需要真人的操纵 这间乌克兰的新创公司正在打造AI自驾系统 目标是靠着AI一次控制多达20架无人机 将来若是投入实战会省去大量的人工操作 也能替乌军解决人力不足的难题 但是乌克兰要营还是需要大量的外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飞到英国 不只是见英王查尔斯 这趟他跟欧洲各国领袖一起参加 欧洲共同体峰会要争取更多的奥元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宣示 在施凯尔的邀请下 曾文斯基还出席英国的内阁会议 他再度呼吁各国一起放宽武器的打击限制 对于乌克兰来说 不只是欧洲的团结 更重要的还有大西洋断案的美国 尤其是有望再度执政的川普 很可能会逼乌克兰割地和谈 川普正式取得共和党总统提名 周五就要立刻跟泽伦斯基通电话 欧洲密切注意的不只是川普的态度 还有川普的死党 匈牙利总理奥班 他不顾反对穿梭出访俄罗斯跟中国 回来之后就不断敲锣打鼓 要乌克兰快去跟俄罗斯和谈 他口中的和谈条件不见得对乌克兰有利 乌克兰打算在年底召开第二次和平峰会 就西方国家逼俄罗斯上谈判桌 但是俄罗斯早就表态不会参加 此时乌克兰虎视眈眈的邻居还有白俄罗斯 继续跟大陆解放军联合反恐军演 地点靠近波兰边境等于是在北约的家门口 美国之音就指出此举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小军演足以让北约感觉盲似在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